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花多深 大批消防人員 趕到聯發科廠房外待命 抬頭一看 大樓窗戶冒出震震濃烟 馬路上也聚集了大批的围觀人潮 想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剛才在 我們在六樓 聽到說四樓有那個 私火的消防警報 然後後來又說七樓 他叫我們消防警報 叫我們那個疏散 看上去 到四樓 28號上午IC科技大廠聯發科 位在新竹 竹北 台原 科技園區內的廠房 突然冒出濃煙 警銷不敢大意 進到大樓裡面仔細搜查 最後終於在四樓的實驗室 找到一台過熱的機器 我們將窗戶打開 進行排練之後 在它有一個很多隔間內的 一個實驗的小間間內 發現火點將火色給負面 還好火勢不大 除了實驗室機器燒毀 沒有造成太大損害 不過由於事發時間 正好是中午午休時間 園區大批上班族 聚在現場圍觀拍照 反倒成為另一幅特殊警官 藉由黃正常新竹報導 相反映的邀請 空事長 由黃正常新竹 畢言 平派